白宫已经宣布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将会在周一在罗马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一块来讨论乌克兰的局势还有双边的关系 这也是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大陆还有美国最高层级人员的会晤 好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一次的会晤的重点呢 其实是要落实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视讯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而另外呢俄军呢是以8枚的飞弹袭击了乌克兰的西部城市利维夫 这一回他们空袭的目标是临近的国际围和还有安全中心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说攻击造成至少有9个人死亡还有57个人受伤 Officials in Ukraine say at least nine people were killed following Russian air strikes on military base early this morning Ukrainian officials say another 57 people were hurt when missiles hit th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nd security center The military base is located outside Lviv very close to the Polish border We're also learning that air strikes have almost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 infrastructure At an airport in a different part of western Ukraine 俄军公布了直升机在乌克兰的空域运送散兵的画面 显示出呢俄罗斯的军队现在拥有制空权 好至于美方也透露了乌克兰军机现在只剩下56架的战机 而且上空全部在俄军的射程之内 因此支援反坦克还有防空系统是比较有效的而非战机 不过呢现在根据外界的报道也认为俄罗斯的这个军队的战术已经被了解了 原来败在了电子侦察机的手上 俄军直升机载着散兵到达乌克兰境内不知名地点 把人放下大批士兵立刻在一片荒凉的乡野中组织推进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画面指俄国散兵掌控了乌克兰的空域 但不会伤害平民的生命财产 乌国军方则公布了这一段在基辅近郊 两名士兵死在田野中房子被炸战车被烧 乌国指控俄军杀害逃离基辅的妇女和小孩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与欧洲盟国合作 加快将更先进的武器装备送入战区 针对日前美方否决波兰移交米格战机给乌国 美国防高官强调乌国军方还剩下56架战机 而且乌国上空几乎全落在俄军地对空飞弹系统的攻击范围内 因此最有效的做法是支援反坦克与防空系统而非战机 结合其他资讯推测普丁下一步行动 美军也有这种侦察机 专家指出乌军以轻便的武器伏击打带跑战术成功 加上社群媒体几乎由乌国主导 世人容易误以为乌军连战结结 但事实上乌军慢慢缩小基辅的包围圈 遭围困的哈尔科夫和马力波也无脱身之法 一旦进行到传统的炮战 乌国的军备远远不及难有胜算 记者综合报道 原本预计在本月底结束长达355天任务的 NASA太空人范德海 这下大家都说他可能遇上大麻烦了 根据这个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指出 自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对俄罗斯祭出制裁之后 恐怕会牵割双方原有的合作 俄罗斯的航太已经警告国际太空站 可能因此脱轨坠落印度还有中国的境内 现在甚至威胁要把范德海丢在太空 因此让他的家人非常的担忧 好 不过对此世界首富马斯克已经立刻说了 他会去救他 不过呢 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俄乌战争发生到现在 淡加战略所的副教授李大中分析 可能因为俄罗斯的军队进攻受阻 所以俄军在最近的激战当中 并没有像一刚开始一样 明确避开人民还有军事设施 至于呢 到底有没有和谈的契机呢 李大中认为关键就在基辅 我们带您一块来听听看他的分析 现在状况就是打打谈谈 一方面这个战争并没有结束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出很多的一些 可能的和谈的契机 或是很多的第三方的国家愿意跳舞进来 但是在军事上其实大家最关心的 或是最在意还是 目前首都啦 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状况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乌克兰明星士气 这个指标性的一个象征 也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乌克兰总统斯文斯基 他多次表示说 他目前还是守在这个 而加热上去抵抗俄罗斯的入侵 但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俄罗斯的一个状况就是说 在基辅的周边 基本上它是个大包围 还并没有发动到目前为止 真正的总攻 但是从这几天的状况来讲 它是慢慢慢慢的去缩小 它的一个包围圈 我们看到周遭的据点其实都发生 很激烈的战斗 包括像是距离这个基辅才5公里左右的 这个伊尔平 像这样的小城 其实这几天其实反复在 双方的这种武力的这种斗争之下 各有输赢 那至于在乌克兰的南线跟东线 相对而言是俄罗斯 比较有进展的地方 因为我们看到 它基本上是希望能够 把这两边打通 这个矛头能够连在一起 所以它做了很多的包括墙 这种战略的药地 重要的设施 港口 拿下黑海沿岸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据点 切断乌克兰跟这个海上的连接 这是一个它很明确的方向 尤其是在聂伯河 这个河岸 这个重要的一些大城 重要的据点 不管是尼虎拉耶夫 比较重要的这个造船的重镇 或是之前的这个所谓的核发电厂 还有水利发电厂 那还有这几天大家在媒体里面最关心的马力波 因为这里面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人道危机 所以说还包括未来可能在加拿大攻势 进攻所谓的奥德赛 这是重要的港口 所以从北线 这个吉普周遭 到南线到东线 其实这场战争 目前来说 即便是有些和谈的曙光 但到目前为止 这个打的这个动作 其实都没有停 好 还要来看到呢 在画面当中 这个是我们根据中时新网网的报道了 前纽约时报的记者 电影制片人布伦特雷诺 他在伊尔平遭到俄罗斯军队的杀害 他的搭档也受伤了 已经被乌克兰的民防部队后送急救 好 根据了解呢 当时其实雷诺和其他的外国媒体记者 坐在车子里头 结果遭到了俄军拦阻 还有枪击 最后他不幸的重担身亡 不过呢 整个战争开打到现在 已经正式进入第三周的时间了 当然现在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就连拥有76万粉丝的 南韩YouTuber里根大卫 好 你在画面当中看到了这一位 这也是根据了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他都飞到了乌克兰当义勇军 没有想到近来在网路上头疯传 他战死的噩耗 当地呢 媒体还有南韩都是高度的关注 但是根据了韩国媒体 朝鲜日报的报道表示 这则乌克兰新闻疑似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闹了乌龙 现在很有可能是假消息 同时南韩的外交部 也还没有证实此事 不过说到了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 目前距离基辅最近的两军冲突 就在市中心五公里之外 包括了德国法国还有以色列 虽然都试图居中调停 但是根据了CNN引述法国总统府的消息来源 普丁显然是不为所动 因为他没有打算要停止入侵的计划 空袭机包不断 大军濒临城下 根据卫星照以及情资分析 俄国部队距离基辅只有25公里 俄军不但持续朝着多个城市攻击 挺进基辅的俄国部队 更在距离首都约5公里处的伊尔平爆发冲突 而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在接受CNN采访时 表明死受基辅 要让俄国以及普丁活在地狱之中 我们并不拒绝 我们并不拒绝 这种东西 我完全相信 我们会在每个家里 每个街道 每个四周 在凭尔 在喀吉尔 在尘尼河 在这些城市里 会是灵魂 尽管俄军迟迟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击 但国际调停持续进行 法国总统马克宏与德国总理肖兹 也在12号与普丁通话 不过普丁态度似乎相当坚定 坚持持续入侵行动 泽伦斯基的态度 则是肯定以色列拒绝穿梭 甚至暗示可以在耶路撒冷举行峰会 但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对于和谈表达底线 而大陆央视则是引述俄国媒体报导 宣称乌克兰核谈代表之一 表示乌俄已经签署相关协议几乎达成妥协 但讯息并未获得俄国证实 核谈能否露出曙光 普丁态度成为关键 记者先汉语报导 好 俄乌第四轮的停火谈判 传出可能在这两天马上就要登场了 尽管根据了大陆央视的报导 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的阶段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认为 如果普丁坚持要乌克兰割地 那么就会让谈判变得更加的困难 而他也对马力波的情势感到很忧心 他认为在这个地方 很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人道危机 接下来的这一周 伤亡的数字会迅速升级 我认为下个礼拜 伤亡会迅速升级 比如说我们举例 比如说他前几天去打乌西的鲁斯克 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叫切断军援 然后今天又去轰炸 这个Laviv旁边的一个小镇 那个是志愿军的训练基地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俄罗斯事实上大概已经打定了 就是说我绝对不让你再把刺针飞弹 跟标枪飞弹运进来 那只要涉及军援的国家 我都赤红敌国就是这样 然后资源基地他也炸 这个是一个部分 就是他已经 这个就意味着 他认为乌克兰的那些 刺针标枪这些飞弹 早晚会用完 那用到的一定程度就是 城市地面战争的开始 这个史上会非常严重 会非常严重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那个Marioppo那种地方 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他设定的 亚述营他要报复的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断粮第七天 那亚述营也摆明了 他也不让民众离开 所以那个安全通道才实施一天就关了 那因为也有 俄军也怕亚述营会趁乱逃走 所以也开了枪 这个地方我认为会爆发非常大规模的人道危机 因为这个地方我去查了 晚上温度是零下二度 断粮七天 然后还这么冷 我认为一定会死亡很多人 那到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国际新闻事件 所以我觉得未来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我认为战争是进入更惨烈的阶段 完全没有和谈的讯息 Zelensky为什么没有办法谈呢 他今天也公开讲 他说我没有办法投降 因为我怎么能够割让领土 这个没有人撑得住 而且以目前他内部政府里面有那么多右翼 搞不好还有美国人 你搞不好还要小心背后打来的子弹 被自己人打 当然是有可能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 事实上这个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啊 事实上普丁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做出让步啊 他说我们没有要占领乌克兰的领土 没有要改变乌克兰的体制 没有要推翻乌克兰政府 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Zelensky你放心啦 我不会推翻你啊 因为他已经警觉到这个问题了 Zelensky如果出了问题 群龙无首问题更惨 所以他要希望Zelensky 安安稳论在那边 可是你就要让步嘛 可是普丁目前没有看到让步的迹象嘛 比如说两个共和国的独立 你这个问题怎么谈 这个就是各让领土嘛 那你让乌克兰的领导人要怎么谈呢 我觉得这个难度太高了啦 好另外在苹果还有麦当劳 这些欧美的企业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都已经陆续宣布要退出俄罗斯的市场了 普丁也对此做出了反击 准备要把在俄罗斯的59家的外国企业 全部都收归国有 只要这些企业不重启俄罗斯的门市 资产可能将会被俄罗斯强制拍卖作为报复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普丁现在已经签署法令 允许政府部门接管外资 遗留在俄罗斯的工厂商店 还有其他的设施 59家的企业名单 现在已经送到了政府 还有这个总检察院 预计会被没收账户还有资产 只要法院批准的话 俄罗斯政府就可以接管三个月 然后在国内拍卖 但是如果这些企业在法院 颁令之后五天内恢复业务 那么程序便会终止 也就是只要名单上的外企 不撤出俄罗斯 那么就不会被收归国有 然后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你烫青菜加一瓢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加上一瓢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就可以到 快点购网站上头购买